-Hallo,这里是魔术打和思有打,欢迎回到我频道。 今天呢,又是小朋友最爱的武器系列。 记得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把冲锋枪,对不对,今天呢,来冲锋枪, Part 2 嘿,第二款冲锋枪。 嘿,只不过呢,这个没有叮叮叮,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看的造型 一條氣球就可以解決 OK 那只不過這一個衝鋒箱這個型 它很吃比例 你做的太大或太小 它比例就不好看 來 首先我們要關大概八下左右 一二三四 一七八 唉唷 還差一點應該要九到十 九 OK 尾巴大概留一點點 尾巴大概留多長呢 大概留個三公分左右 三到四公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架構 吹嘴在這邊嘛 代表頭在這裡 來 頭這樣子做起來之後 然後呢繞一個圓 然後呢 空一個間隔 再繞第二個圓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後手把的部分 一二 兩個 然後直接槍管 三 完成 好 所以呢 來 我們先來做第一個後手把 手把的大小就是大概一隻手握得起來的大小 好 然後呢接下來是一個圈圈 這圈圈你不要太大 齁 你做越大 後面槍管呢 你就越短 齁 所以呢它大概就是一個 那個槍管塞的進去的大小 齁 來如果你要說的話呢 外徑好了 我們來幫你量外徑 外徑的話大概是十一公分 齁 來外徑是十一公分 或者說 四 五 大概五到六根手指頭 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一個 小 小圓球 小圓球 大圓球 小拓圈 好 反正給它做一個間隔出來之後呢 再做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小圓圈 記得槍管要塞得進去喔 好 那接下來呢 後手把的部分 來 這個位置呢 我們做跟前面的一樣大小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要做兩個 好 來做兩個之後呢 剩下的 把它 塞過去 好 用力 欸 記得喔 不要拉到底喔 拉到底整個就過去了 我們拉到 拉到剛好這個位置是 可以抓的一個大小 OK 好 然後呢 再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完成了 所以呢 小朋友喜歡 衝鋒槍 發兔 學會了嗎 該你喔